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它是附赠的一个专属的大枪 当时是以一个像多米卡小车的那种挂卡式包装的来进行一个销售的 我真的是没见过这款小车的一个原型 那这一次水神根据之前的J2配色和武器来做了一个自改版本的J2小车晴天柱 那今天我们就索性来看一看 首先整个的模具不用多说 就是OE那款放大的横炮 整个的颜色也是以红色为主 车玻璃部分是一个深茶色的透明件 看起来是很漂亮的 推车流上钉还是比较好的 水神自己打印设计的这把大枪 是比较还原J2形态的晴天柱的一个大枪的造型 所以看一下整个的一个枪体是这样一个造型 枪型的整个的一个效果和细节呈现的都是非常棒的 大家看一下底板部分 其实一翻到底板这个模具的大体形态 大家就能看出来 那自改的配色里面有很大部分的这种黄色的一个点缀 还是非常亮眼的 接下来我们就开始这款玩具的变形 首先注意这是一个倒勾卡扣 所以手部腿部这个地方先把这个上下的倒勾卡扣解锁 翻之到底部把这两侧给它解锁开 然后腿部把中间的卡扣解锁 整个腿形就被拉出来了 OK 由于是自改的这个配色 所以说在一些涂装的地方还是适当注意 比方说这个脚板和小腿的这个细节的颜色 是能看出来是以涂装的做一个底色 所以说这个地方的颜色还是多少要注意一些的 外侧的卡扣我们给它压合上 本身来说对于整个这款模具没有什么过多讲解的 是一个非常精彩的模具 左右的卡扣解锁和手臂的一个锁定卡扣 它之前本身原版的这种白色的塑料件 它改成了自喷的这种红色 并且贴上了博派的一个标志 这个也是一个比较大的改动 OK 这两片放置到内侧做一个收纳 顶端的这个部分翻开 可以看到这一次自改的这个面罩 OK 这两侧往外翻 把这上面的一个卡扣解锁 自然而然的往下打 腰部的卡扣进行一个锁定 腰部呢进行一个旋转 手臂呢平打到一个合适的位置点 手部握持大枪 那这款水神自改的J2小车晴天柱呢就完成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整体的配色吧 我是不了解这个系列 所以说对于像水神这种喜欢晴天柱的达人来说呢 他可能是对于这个配色呢是比较执着 我个人是觉得这个红色搭配这种颜色的一个鲜艳程度呢很高 而亮点方面呢除了自制的大枪之外呢 配色方面呢在原本的红色基础上呢 把小臂的颜色喷成了红色 然后呢小腿和脚掌的颜色喷成了这种黄色啊 这个质感方面呢就有一定的提升 然后呢再就是他的面罩方面颜色更改的比较多 前面这个脖子两侧的这个颜色呢更改的也是比较多 大家可以看一下 他这个面罩呢是做了一个口罩版本的脸 其实呢它是两用式的一个作品啊 我把他的口罩脸取下来 大家可以看到就变成了横抱原本的脸 头条部分呢是蓝色的一个涂装 当然呢在疫情期间呢还是建议各位把口罩戴好 所以说这款呢也是还原了大哥这种 还原大哥这种面罩脸 整体的一个感觉来说呢 也是比较有新意的一个改模啊 所以说趁着一个简短的时间 给大家去来分享一下 耀武模玩水神自改的这一款 G2形态小车晴天柱啊 希望大家能喜欢吧 那我们这一期的视频就做到这儿 下期再见啦 拜拜